欢迎收看每周360 本期还是我Bender 上周车坛近报新闻究竟花落谁家 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 第一则新闻 Toyota Vios大款一款确认将有混动版本峰值扭力 或将达170纽顿米 前不久推出的全新一代的Vios 即泰国版的Yari Active新车 依旧是采用1.2、1.3及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基本上和上一代没有太大的差异 只是在1.5公升的版本中升级到了DCVT变速箱 最大马力为104HP 峰值扭力则是138纽顿米 不过根据印尼媒体的消息指出 最近于印尼市场举办的上市活动中 当地Toyota高层表示 他们将会努力把混合动力版本的Vios引进当地市场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证实的这款新车 或将会加入混合动力版本 虽说会是何种混合动力版本就暂时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一下 首先Vios采用DNGA V平台打造 因此使用的系统有可能是配套开发的1.2公升 eSmart Hybrid System 这套系统目前已经用在最新发布的 Produa Arteva Hybrid上 由于是REEV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 所以1.2公升的引擎主要是用于发电及充电 因此动力输出还需要靠电动马达 这具马达最大的马力为106HP 峰值扭力则是170纽顿米 不仅油耗表现优秀 而且这套系统还支援电动车常见的One Paddles功能 所以很有可能混动版的Vios应该会采用这样的混合动力系统 如果不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eSmart混合动力系统 那么就应该只能是以之前的Produa C一样的1.5公升的混合动力系统 这也是Toyota相当成熟的系统之一 但无论如何巨西大马版本的Vios会在2023年上市 究竟会不会有1.2公升的混合动力版本或者是什么惊喜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二则新闻Mitsubishi XFC概念车越南登场 预计2023年东盟首发 近日在2022年越南车展上 Mitsubishi展示了一款自家的XFC概念车 并表示它将会是全新一代锦臭级SUV的雏形 外观上这款车的设计相当前卫 首先它有着一个家族式的Dynamic Chef水箱护罩设计 同时大灯组的设计看起来异常凶猛 接近鲨鱼头的造型 加上搭配一个类似于越野车一样的护板 以及六边形的日行灯 相信这款车应该会主打越野功能 内饰上它配备了双连屏设计以一副三浮式的方向盘 拥塞大胆的座椅 简洁的驾驶与控制面板 整体看上去朴素舒适 要强调的是这是一款概念车真正的配备 依然要等到实车发布后才能知道了 顺道一提 三菱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说到 他们将会在2023财年正式在东盟市场发布这款车 而且未来也会以它为言行开发出一款电动化的车款 来进军东盟以外的市场 让它像Expander一样发展成一款面向全球市场的车型 那大家觉得这款概念车怎么样呢? 你会期待它的推出吗?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哦 第三则新闻Produire Ardiva 将会在2023年推出升级版预计 或将会加入Apple CarPlay和Andre Auto功能 Produire Ardiva作为大马热门车款之一 一直以来都受到不少的青睐 在配备上面 这款车的安全配备也堪称是10万块钱里面最强车款之一 该有的都一硬俱全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时下流行的Andre Auto以及Apple CarPlay 依然没有出现在这款车上 但是最近根据一些消息指出 在受饭了两年之后的Ardiva 或将会在2023年上半年迎来首个升级版的车型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升级在哪里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 目前Altra已经提供了Andre Auto以及Apple CarPlay这两个功能 预计将会在Ardiva也会同时加入 预计这款车也会加入Stop&Go的主动式定速巡航以及EcoMood 记得目前的Ardiva仅支持PowerMood 当然以上是还未经过正式的消息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升级也是在情理之中 未来或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第四则新闻 Toyota Dysol商标正式在印度注册 获成为全新的C-Segment SUV或者是MPV的车型 定位在Innova之下 据悉将在今年印度登场 根据印度媒体近日的报道 Toyota近日已经正式在印度市场注册了一个名为Dysol的商标 这个申请已经是获得了有关当局的批准 只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消息 会是哪一款车采用这个新名字 那当地媒体就猜测采用这个名字的车型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C-Segment SUV 另外一个则可能是同级别的MPV车型 不过据悉定位上它将会是低于Innova之下的存在 另外为了压低成本 这款车也将会贴牌成Suduki的车型在印度贩售 这也代表着这款车主打的市场偏向入门级 动力部分外媒猜测 它或将搭载来自Suduki的1.5公升轻度混合动力引擎 虽然这款车目前还没有太多的细节 但是据悉原厂打算在2022年财年结束前发布这款车 因此我们可能很快就可以看到这款车的发布 只是目前还不知道这款车会不会有机会来到我国市场 你期待这款全新的MPV车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最后一则新闻砂拉越首席部长Dansuri Abang Johari 今日在出席LBAS西马砂拉越指名工具活动时 就有分享他之前到日本进行访问并参加研讨会的一些细节与收获 首长表示这一次的日本之行就有和Toyota CEO进行会面 那目前丰田已经有一款净能源汽车Mirai正式进行量产 而首长也用这一次的机会向对方推销了312月正在发展净能源的相关规划 这代表着双方在未来会有进一步的合作机会 首长提到州政府未来的政策是鼓励和推动净能源等领域 拼靠着他们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其中就包括了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 最后目前Mirai是世界上少数量产的净能源汽车 如果丰田未来有意在我国投资生产净能源汽车 那这款车是最有可能来到我国了 那不知道大家会期待这款车的发布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关注、分享、点赞 并开启小铃铛及时追踪 此外非常推荐去关注我们超级好玩 也特别的TikTok与小红书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